大家安排是F4乐团当中 我们在邀请另外一位 他跟张凌峰两个可以说是 视障界在音乐方面的两大巨头 怎么说呢 张凌峰是国内第一位视障朋友 就读辅仁大学 那这一位陈敦邦老师 他是视障朋友 国内第一位就读文化大学 他是主修小提琴 其他除了小提琴演奏得非常好之外 他的树敌也是一绝 在当年的时候 他以高中生起名高中 代表学校去参加大专杯比赛 居然高中生能够打败大专生 然后拿到了全国比赛的第一名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陈敦邦老师 用小提琴为大家演奏 第一首曲子 牛仔很忙 我们一起来欣赏 掌声鼓励一下 小提琴为大家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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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琴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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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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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其餘的時間也在當年接役 當你面對街頭藝人,觀眾少的時候 心情會不會受到影響? 完全不會受到影響 只要有錢我就高興了 開玩笑,我們街頭藝人表演是不一定有觀眾的 即使沒有觀眾,我也要很認真地拉 因為隨時會有觀眾 就把它當作一種表現 所以音樂的表現其實跟做人做事是一樣的 不管有沒有人在看,我們都是要一樣的表現 所以呢,對於這樣的一個場合,其實你已經習以為常了 不管人多人少,完全不受影響 其實不是我,我想我們混帳的朋友都一樣 很多是場合,大家都是很認真 那要不要談一下,成為國內第一位 是讓朋友就讀文化大學音樂系 下的一個頭銜會不會有聖名之類 不會不會,因為這個 只會大家覺得我很,好像覺得說 能夠把這條路打開來 事實上朋友呢,不是光只能做按摩這些行業 覺得我當時的選擇是正確的 那麼不會有什麼聖名,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是最老的,並不是最好的 因為是越來越厲害,青出於藍 所以大家看,都是這樣子,表現都是這樣 所以我只有一個虛名說,我是最老的 是,我有壓力 你的意思是說,新人輩出 當然 所以你更要戰戰兢兢的 是 我知道,以往你都是走古典的路線比較多 但是為了要當街頭藝人 為了要混到綜藝團,有時候走入校園 是 你也開始練習一些比較新的流行歌曲 是是是 對不對 也蠻好玩的,很有意思 像剛才演著那首,牛仔很忙 對 對,也就是特別練習的 是 那再談一下 對 那個,你可不可以感受到 在我們這個廣場有沒有 對 你的對面是什麼 對面喔 嗯 沒有概念 喔,沒有概念 一些樹而已吧 不是,我跟你說 是 對面呢,是好幾棟高樓大廈 真的啊 真的 那我們這麼大聲的演奏 不曉得 裡面有沒有住人啊 住人啊 對,但是我想應該還不會聽得到 這樣好 所以不會干擾 對對對 對,因為是下午時間 如果說是晚上十點鐘左右 就被干擾 是是 好,接下來要為大家 真的是 小事身手演奏古典,對不對 對,這首算是 古典裡面的一首比較流行的歌曲 對,這首曲子呢 是表現 這個辛苦的民族 辛苦的人們 在困苦的環境當中 是怎樣突破 怎樣改變他們 我們的心情 代表我們產生朋友 也是在一個困難的環境當中 怎麼樣改變我們的心情 從逆境中 來讓我們的心情快樂 走向光明成功 所以逆境是人生最好的老師啊 是 我們一起來欣賞這首曲子叫做 吉普善舞曲 掌聲歡迎陳敦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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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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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